Cross Road 2横贯成点2号 是女王线之后 伦敦的下一个超大型项目 它将横传伦敦南北 从西南的萨里郡 穿过市中心 一直到东北方向的赫特福德 目前线路正在筹划阶段 预计2030年完工 Cross Road 2一级包含47站 整体上看 它在目前公共轨道线路较少 而又极其富裕的西南 和东北住宅区设置多个站点 并在市中心的富人区切尔西 新建一个10亿英镑的大站台 提高这些传统住宅区的 公共交通能力 线路建成后 Cross Road 2将每小时 发车30次往返伦敦 萨里和赫特福德 为高工时段的伦敦 能赚27万人的运力 这个庞大的项目 预计耗资超过300英镑 贡献20多万个就业岗位 目前伦敦的轨套交通 接近满富和 预计2030年 城市人口将超过1000万 新增的Cross Road 2 将大大缓解 目前繁忙的南北向线路 并显著提升沿线地区的通行和经济 正因如此 一些曝光长远的买家 已经开始在横贯城铁二号沿线 布局房产 想了解更多关于伦敦房产的信息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北京房姐在伦敦 下回见